一年一度公司尾牙 大家最期待的就是抽中大奖 人人都想中大奖 秘妮老师指出 今年财运最旺的新作 第一名是巨蟹座 其次是处女座和狮子座 很有机会抽中好礼 不过不是这三个新作也没关系 想要财神爷找上门 还有别的秘招 幸运服或者是说 就红色的换水性 然后就没有抽中 每个人求好运方式不同 不过今年开运色系是水即木 秘妮老师建议 尾牙当天可以穿蓝色黑色 以及橄榄色或绿色服装 强化偏财运 另外再准备两个红包带 一个红包带装一颗绿豆 另一个装六颗 分别放在左右口袋 同样能招来好运 至于开工红包别急着花 最好放身上或是办公室抽屉 开工的这一个好罩头 然后你把它带去 尾牙的会场的时候 就可以容易得到 抽到大奖 到财神庙求来的财神符 既得带去尾牙 可以招财增好运 不过财神符可是有期限 如果超过三年 建议最好求新的 几招开运密技 增加摸彩得大奖的戒律 过个好年 记者杨森王百英 台中采访报道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疫苗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汉弄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 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